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分解释他们在中国研究所和大学的工作范围为由解雇李小江 一同被解雇的还有他的夫人李世华 他也是爱慕里大学的教授 2010年 李小江成功申请千人计划A类 成为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的特聘教授 李小江提供的资料显示 他于2012年和2015年两次返回中国工作之前 均向爱慕里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系主任申请过 并得到了同意 同时系主任提示他也要兼顾在爱慕里大学的科研工作 李小江表示 爱慕里大学突然查邮件 用未证实的信息来解雇人 并不给任何人解释的机会 至于李小江是否有违规使用经费 此前骑士实验成员表示 两边的研究方向不同 经费没有交叉 据自由时报报道 前香港首富李嘉诚 在中国香港有许多房地产 但中国媒体5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痛批他赚钱的时候来 不赚钱的时候走人 中国自媒体德林社在微博上以李嘉诚 针袍为题来发表文章 提到李嘉诚近日准备抛售上海估计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物业 他不止已经四年没有买地 相反的 从六年前开始不停地抛售中国和香港的物业 六年内已经抛售了超过人民币1700亿元 据称而李嘉诚把这些资金都移到了他所看好的以欧洲为首的52个国家 尤其是英国 他花了超过港币4000亿元来投资 电力 交通 天然气 零售 基础建设等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德林社指出 李嘉诚在中国透过潜规则赚了几千亿 却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疯狂套现走人 痛批让用尽潜规则逐利的商人掏空了商业的信用 逐视了中国经济的根基 中国国营铁道车辆公司中国中车 面临退出美国华盛顿等首都圈地区地铁项目的危机 据消息说 美国政府在严厉施压中国通讯设备企业华为的同时 美国议会盯上了中国国营铁道企业 朝鲜日报引述 日经亚洲观察稍早消息声 马克华纳等四名华盛顿附近地区的参议员 最近提出了包含 禁止华盛顿地铁运营当局和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持有的 或与财政有关的企业签订铁路车辆合同条款的法案 法案中没有提及特定国家和特定企业 但其瞄准的是中国的中国国营铁道车辆公司 据这些参议员在提交法案的记者会上主张 如果使用中国产的铁路车辆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 中国产车辆可能被用作收集地铁内通话视频等的工具 据悉 排名世界第一位的铁道企业中国国营铁道车辆公司 已经与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等主要大城市 签署了新型地铁车辆合同 据文汇报报道 国民党即将举行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党内初选 最新民调显示 在国民党内部高雄市长韩国瑜继续领跑 可排第二的不是鸿海董事长郭泰铭 而是此前民调一直落后的王金平 根据24日发布的民调数据 在国民党内部韩国瑜的支持度24.7%排第一 紧接着的是王金平20% 郭台铭19.7% 朱立伦14.6% 民进党方面 尽管蔡英文近期努力冲了一把 但始终无法赶超赖清德 有网友预言 如果短期内不能彻底拿下赖清德 蔡英文可能会被绿营支持者抛弃 据分析称 蔡英文如果彻底踢开赖清德 但也等于分裂民进党 对国民党和柯文哲方面有利 如果继续拖下去 民进党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蔡英文始终救不起来 转而支持赖清德 届时2020年选举将与蔡英文无援 据中国参考消息报报导 预计2019年至2024年 人造石墨市场的增长率将达到4.17% 亚太地区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消费量最大 据美国环球通讯社5月24日报导 合成石墨是离离子电池的阳极元件 虽然离是离离子电池中最有名的成分 但电池中的石墨远远多于离 电池阳极要求包覆球面石墨超过99.9%的程度 报导认为 电子产品和电动汽车销量的增长 预计将推动离离子电池的销售 而这反过来又将推动合成石墨的消费 报导称 中国继续主导合成石墨的生产和需求 离电池制造链的几乎所有决断都集中在中国 中国是到目前为止最大增长最快的离电池市场 这为合成石墨的市场增长铺平了道路 合成石墨的主要应用在炼钢行业的电池上 在全球范围内 中国在石墨电池的消费和生产能力方面所占的份额最大 南华早报5月28日报导称 据之前是透露 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进程戏剧化倒退的5天前 正值第10轮谈判之际 中国副总理刘鹤4月30日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同美国财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在一个闭门的小会议室 进行了持续近一个小时的沟通 这次谈话改变了中美谈判氛围 报道称 据在外等候的人士透露 三人在交谈后并没有跟他们的助手讲解会谈内容 或是发出指示 不过他们的表情是严厉且阴郁 会议厅里弥漫着山雨欲来的气息 没有人敢询问发生了什么 此外 南华早报的报道还提到 一位中国消险士称 中美贸易磋商遇到障碍的真正原因是 美国一直更改要求 对于这么多的更改事项 中国又一直无法做出让步 报道称 美方最后提出 要中国政府开放互联网 中方难以接受 这名消息人士指出 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些主要因素 包括华盛顿要求 中国在互联网管制方面实现完全开放的互联网 以及中国每年需要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数量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随着美国的失业率降至49年来的低点 现在可能是经济大衰退以来找工作的最好时机 因此想要找一份有六位数年薪 高工作满意度 以及职缺数多的工作 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美国劳工统计局本月稍早表示 美国职缺数在2月跌至9个月的最低后 3月已经回升至接近记录高点的749万个 企业向来热衷于利用数据分析来提高效率 并更加的了解客户 因此资料科学家在职场上格外抢手 今年已连续第四年蝉联 Glasdoor全美最佳工作排行榜冠军 基本年薪的中位数为10万8千美元 这项全美最佳工作排行榜的第二至第五名 依序为护理经纪人 行销经理 职业治疗师 以及产品经理 Glasdoor的最佳工作排行 是由三项因素加权决定 包括收入潜力 基本年薪中位数 总体工作满意度评分 以及职缺数量 而美国新闻与世界杂志报道公布的另一项排名上 软件工程师名列榜首 这份工作既能提供弹性的工作时间和远距工作机会 又可投资个人和职业发展 不论体重 走得快的人活得比较久吗 英国莱斯特大学做了一项研究 生活步调研究 针对47.5万名平均年龄52岁的民众进行调查 期间从2006年3月13日至2016年1月31日至 走路的速度是否与死亡年龄成正比 莱斯特大学表示 快步者的女性预期寿命为86.7岁至87.8岁 慢行者的女性预期寿命为72.4岁 多了快15年的时间 快步者的男性预期寿命为85.2岁至86.8岁 慢行者的男性预期寿命为64.8岁 多了快22年的时间 此研究让该团队感到惊讶的是 无论是BMI值如何 走得快的人 预期寿命较长 过轻以及慢行者的预期寿命较低 打破肥胖会对死亡带来最大风险的观念 研究团队强调 该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快步者能够长寿 只是表现出步行速度和预期寿命之间的相关性 但人提醒应让医师评估自身状况才是上策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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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